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们再次欢迎大家参加 由肃无归正福音教会 所举办的献上信仰讲座 主题是基督徒与政治 潜谈马来西亚的政治处境 今晚的讲座是我们第二天的讲座 我们的讲座内容将会延续 昨晚所分享的信息 在我们开始之前 让我们一同同心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带领了我们 昨晚的第一天的讲座 你更施恩给我们 使我们有恩典 能够继续地来进行 第二天的讲座 天父愿你继续赐福 我们今晚的讲座 帮助我们看见 基督徒与政治的关系 使我们清楚看见 你在这世上不仅设立的教会 将天国的钥匙赐个教会 你也在这世上设立的政权 将刀剑赐给政府 愿你教导我们 不要忽略你按照你良善的旨意 所设立的政权 要常常为我们的国家和政府 来献上祷告 使我们可以敬天 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在这世上也能继续扩展 你国度的福音 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天父愿你继续赐福 我们今晚的两位讲员 林卢本传道和林宇生弟兄 使用他们 继续来在我们当中 传讲你的真理 无论是蕴藏在圣经中的真理 或者是你在普遍恩典中 赐给我们的真理 因为我们甚至一切的真理 都源自于你 我们也祈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来明白和顺服你的旨意 使我们的行事为人 都能够荣耀你 我们感谢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 阿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口唱诗 我们来唱《伟大的救主》 奉策伃中的歌曲 耶稣最人心妙灵忧 耶稣爱我灵敝主 有我 离我 地我 爱我 奔求主 必定康复 哈利路亚 奇妙求主 哈利路亚 无良荣 救我 主我 护我 爱我 与我同在道永久 耶稣 若我这奇妙力量 让我再处理长度 十堂爱宁 永世跌倒 靠住你是我生活 哈利路亚 奇妙求主 哈利路亚 无良荣 救我 主我 护我 爱我 与我同在道永久 耶稣 我 愿意 接受你 发现你 恩天忠不 用你 帮雪 送我 追你 我 属你的耶稣 哈利路亚 奇妙求主 哈利路亚 无良荣 救我 主我 护我 爱我 与我同在道永久 在我们进入讲员简介之前和昨晚一样 我们这里有两个注意事项 需要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留意 首先我们要请大家确保自己的麦克风 在讲座会全程都是保持定音的状态 第二 我们在信息分享之后 会有一个问题解答环节 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问 你可以随时私信给我 也可以直接提问在我们zoom的聊天室 我们鼓励大家提问与今晚主题相关的问题 同时也提醒大家 我们不会回答任何有关政党偏好 敏感课题 讲员的政治经历等问题 接下来我想在这里跟大家介绍 我们今晚讲座会的两位讲员 第一位是林路本传道 林路本传道是事务人 曾考过机械工程学士和神学硕士 目前任职事务归正福音教会主任传道 也是国际归正福音神学院的讲师 第二位是林雨生弟兄 他是新商人 曾考过法律荣誉学士 法学硕士和法律职业文凭 目前任职实习律师 以上是我们两位讲员的简短简介 接下来我想邀请林路本传道 来分享今晚的信息 我们有请林路本传道 一群姐妹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 我们今天来到了第二个晚上 透过这两个晚上的讲座呢 盼望我们能够对于基督徒与政治的关系呢 有一个基础的一个认识 当然我们晓得这个政治的这个课题是非常广泛的 所以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了 所以我们很多课题也不能够探讨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呢 我们可以继续讲举办类似的讲座 以致我们更加可以来深入来看整个教会和政府 或者基督徒与政治的关系 所以今天晚上来到的第二个晚上呢 我会来谈一谈关于这个教会 与政府的关系 教会与政府的关系 所以我特别会从这个五个方面 五个重要的时期 来谈一下这个整个教会跟政治关系的这种历史的演变 所以第一个时期就是旧约的时期 所以旧约的时期呢 就包括了这个以色列被 以色列国还有这个贝鲁的时期 然后我们就谈新约 这个特别是指这个第一世纪的教会 然后我们也谈一下这个基督教国家 这个基督教国家呢 主要是这个在中世纪的 就是奉基督教为国教的这些国家 然后我们会来谈一下宗教改革 还有清教徒的时期 所以这五个部分呢 我都不能够深入的来谈 因为这是关于历史 但是我会大概跟大家讲解 让大家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如果你们要更多深入的研究 其实在网站上面或者一些的书籍 也有很多很好的资源 好我们现在就先来看一下这个旧约的以色列 旧约以色列国呢 他所这个 所进行的或者他们所使用的一个模式呢 上帝所带领的一个模式 就是我们称之为神权政治 这个叫做Diocracy 神权政治 也就是说上帝他是最高统治的权位 所以以色列民他们都知道 有一位Yahweh的上帝 是他们的君王 是他们最高的权柄 然后同时呢 上帝也会委任一些的人类的代理 就好比说有摩西 有摩西 然后有这个祭司亚伦 从旁写出的 然后之后就有耶稣亚 然后我们之后我们也看到进入一个事实的一个时期 这事实呢 其实他在英文的翻译是judges 也就是审判官的意思 也就是带领这个以色列民的 但是人民们知道上帝是最高的统治 是最高的权柄 那么这段时期过后呢 我们就进入了这个所谓的君王的时期 所以君王时期呢 上帝所使用的模式是这个叫做君主制 所以君主制呢 在古代呢 是一个最普遍的一个政治的模式 所以无论是这个埃及帝国 亚苏帝国 这个巴比伦 波斯帝国等等 都是属于君主制的 所以如果我们读这个 《撒姆尔记》上的话 我们也知道 以色列民呢 他们看到其他国家 都是用这种君主的模式来统治 所以他们也想往那种的君主的模式 我们昨天晚上有讲过的 所以上帝呢 就委任了这个扫罗作为第一个王帝 那么之后呢 还有这个大卫 还有大卫 然后所罗门 所以来到了所罗门 以色列国可以说是进入了这个 这个前所未有的这个辉煌的时期 对吗 甚至是这个 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王 这个什么四巴的女王 都要来找所罗门王等等的 然后还有圣殿的这个建成呢 还有这个皇宫的建成 都是堂壁辉煌的 非常荣耀的一个时期 但是呢很可惜 以色列民因为背逆上帝呢 因为不忠于上帝的这个教训 所以我们知道 所罗门王之后呢 以色列国就一分为二 对吗 就分为北国 北国十个支派 南国有两个支派 所以我们称之为以色列北国 跟南国犹大 所以北国 我们看到北国的军王们 还是持续的败坏 很多都是行耶和华眼中 抗为二的事 如果我们读列王纪上下 我们读列代字上下 我们都会看到这些军王们 他们如何抵挡上帝 然后又追随外邦人去拜巴利 拜亚瑟拉 贾神等等 然后犹大国呢 就这些军王们就好一点 但是当中也有些是违背上帝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审判就来到 上帝审判来到呢 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呢 就被掳于亚述帝国 被亚述帝国毁灭 然后南国犹大呢 在主前586年呢 就被这个巴比伦帝国所毁灭 所以以色列人呢 就被掳去这些外邦的帝国 然后我们就进入了这个所谓的 贝鲁时期 贝鲁时期 所以我们看到 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统治 那么之后亚述帝国又被 巴比伦帝国所占领 所以就以色列民呢 可以说是就是归给巴比伦帝国的统治之下 然后之后又有波斯马代帝国 兴起打败巴比伦帝国 然后又有希腊帝国的兴起 又打败这个波斯马代帝国 所以我们都看到这个 这个以色列民呢 他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一个国家 他们都是被掳于不同的帝国 所以是非常悲惨的 非常悲惨的 那么之后又有这个短暂的 这个犹太人 这个所谓的马加比 这个犹大马加比的起义 所以有短暂的呢 犹太人是归给这个犹大 这个犹大马加比 也就是所谓的哈斯蒙尼王朝所统治 这个是短暂的 所以这个哈斯蒙尼王朝呢 从犹大马加比开始呢 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大祭司的 这个儿子 所以是犹太 犹太祭司 马塔提亚的儿子们 然后这个 弟弟 犹大马加比起义 然后之后是他的二哥 西蒙马加比呢 就建立了这个哈斯蒙尼王朝 这个英文叫做哈斯蒙尼王朝 这一期的里面 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那么新月呢 初级教会呢 也就是耶稣的时代 使徒们的时代是一个 怎样的一个政治的体系呢 我们看到就是罗马帝国的统治 所以最高的领导人是凯撒 这个Roman Emperor 对吗 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 称之为凯撒西瑟 然后呢 这个罗马帝国呢 他也有委任这个犹太的巡抚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 福音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 本丢毕拉多 他是这个第五任的 是第五任的巡抚 也就是governor的意思 神长的意思 他是管理犹太这个地方的 然后犹太这个地方的 同时又有西律王朝的统治 西律王朝就好像是这个 罗马帝国的代理的王这样子 所以他们是统治犹太 加利利这些的地区 然后同时呢 犹太人自己本身呢 又有这个犹太公会 这个所谓的这个议会 这个council 这个英文叫做Sanhedrin 这个是就好像是council这样子 而这个议会呢 是由祭司长 由长老和文士 所组成的这个七十亿个人的议会 所以当时我们知道在 特别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呢 我们就看到路加这位医生呢 他就有提到这个大祭司对吗 有提到这个亚纳 也有提到盖亚法 所以这两位大祭司呢 其实一个是亚纳是比较老的 而盖亚法呢是亚纳的女婿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新月时期呢 即便是在犹太的这个统治的这个区域里面呢 我们也看到有这种所谓的群带关系 所以亚纳 盖亚法还有他其他的家族呢 都可以说是这个 这个占了这个 这个犹太的这个 领造成的这个地位 所以也是有这种腐败的这样子的情形出现 所以这个是新月 那么这个就一直到了这个 这个到了这个基督教国家的成立 所以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呢 这个一直到第三世纪呢 其实罗马帝国呢 都是排斥基督徒的 他们都是逼迫基督徒的 当中非常有名的就是尼路皇帝的 对吗 这个Emperor Nero 他烧了这个罗马城 然后又嫁祸给基督徒 所以这个是很出名的故事 所以罗马皇帝他们是拜希腊神明的 他们是拜罗马神明的 所以他们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 但是呢一直到了这个 君士坦丁的这个统治时期呢 就有了一个转变 所以君士坦大帝呢 他在这个祖后313年呢 他就因为他自己归信基督教 他认为耶稣基督是他的君王 然后他就公开承认 这个基督教这个信仰的自由 他公开承认基督教信仰自由 而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这个政治和教会就脱离不了关系 我们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就呈现了一种的政教合一的这样子的模式 所以如果我们看之前呢 之前这个政府和教会还没有合一 我们看新月时代 当然我们看这个旧月时代是主要是这个政教合一 但是我们来到了这个被鲁时期 这个政府和教会是分开的对吗 因为基督徒或者我们说以色列民是被鲁的 所以他们跟这个外邦的帝国呢 他们是分开的 不是在一起的 而到了这个新月教会呢 这个也是属于这种政教分离 但是又有某种程度的合一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讲了有这个犹太公会 犹太公会跟这个他们的犹太教是分不开的 当然基督徒是被逼迫 但是犹太公会跟犹太教是分不开的 然后来到了这个军事堂大帝之后呢 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模式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模式 换句话说呢 皇帝就是最高的教会的这个领导人 可以说皇帝呢就是最高教会的领导人 之后我们看到整个中世纪的发展呢 我们又看到有这个所谓教皇的这样子的设立 对吗 教皇 而教皇在一些地区呢也是相等于皇帝 因为他是最高的统治人 他不单是教会最高的权柄 他也是国家最高的统治者 所以我们看到中世纪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时期 所以有些皇帝呢他们就不高兴 他们就有跟这个教皇争权夺位这样子的情形出现 有些国家就分裂等等的 我们看到这个是中世纪是政教合一 那么我们来到了这个宗教改革呢 宗教改革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种模式是比较算是政教合作的 同时又有政教分离的这样子的模式 因为宗教改革在欧洲这个地区呢不同的国家都有稍微不同的模式 而且我们要知道改教家当中有三个比较在这个政治上比较 这个关键的就是马丁路德 然后约翰加文跟约翰诺克斯 所以这三个人的这种政治的观点呢 可以说是相似当然又有不同 所以马丁路德呢他是主张政教分离的 因为我们看到当时呢这个宗教改革呢 欧洲的国家很多都是天主教国家对吗 当这个新教我们说protestant兴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新教呢就推翻了这个天主教的政权 然后新教就作为国家的国教 所以我们看到呢从天主教转成新教呢 或者我们叫更正教呢 都是属于这种政教合一的模式 就是说当更正教取代天主教的时候呢 更正教就成为国家的这个国教等等 那么约翰加文呢他走的一个模式呢 是比较像是政教合作的 因为我们知道加文他在日内瓦这个 这个城呢这个小城呢 他非常参与这个社会的工作 他也非常参与这个议会的工作 当时的日内瓦是一种议会 小议会的这样子的模式 来去治理这个城市 所以加文他很参与这个制定法律 因为他本身是读过法律的 所以他非常参与制定法律 而且呢这个议会呢 几乎他们要制定法律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请教加文 加文在当地的地位是很高的 不单是在教会里面 在社会上 在这个议会里面 在政府里面呢 他地位都很高 所以议会的议员们呢 他们也受了加文的教导 有一派就很尊重他 立法等等都要请教加文 还有什么呢 还有甚至呢 当一个人要寻找工作的时候 就举个例子 有个亚裔 有个亚裔他要在日内瓦 从事亚裔的工作 他就需要找加文的推荐 加文的推荐之后呢 他才能够从议会得到执照 所以我们可想而知 加文在日内瓦所做的 这个宗教改革的工作 是非常伟大的 而且教会是影响社会的 所以加文呢 他在当地呢 他也制定了这个所谓的信条 这个信条呢 不单单是这个教会 需要遵守的 连这个议会 连普通的公民都需要遵守 当然我们知道 加文所处的处境不一样 这个因为我们知道 在宗教改革时期呢 几乎所有的公民都是基督徒 几乎都是基督徒的背景 所以他们能够这样子的来实践 来实践这个圣经的原则 在社会各个层面 那么这个约翰诺克斯呢 中诺斯呢 他在苏格兰 他进行宗教改革是比较激进一点 是比较激进一点 加文是比较没有那么激进 加文在许多的情况 他其实都不赞成有这种反抗政府的举动 加文是比较不赞成的 但是诺克斯呢 中诺斯呢 是比较激进一些 比较激进一些 所以当时在苏格兰 他就跟这个天主教的这个女皇对抗等等 所以都是比较激进的 那么我们这个宗教改革时期过后呢 就进入了一个 所谓我们称之为这个清教徒的时期 清教徒是谁呢 清教徒是这个一群基督徒 特别牧师们 他们受了加文主义思想的影响 他们也是这个改教运动 所影响的这个这一群人 所以他们是高举圣经 他们也提倡这个社会呢 教会呢都需要被洁净 都需要被洁净 因此人们称他们为这个Puritan Purify的意思 因为他们要Purify教会 要进化教会 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清教徒时期 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产生的呢 是因为当时这个英国的皇帝 Henry VIII Henry VIII呢 他本来是属于罗马天主教的 他是在罗马这个天主教教皇的权柄之下 但是Henry VIII呢 他的这个妻子 也就是当时的Catherine Catherine是他第一任的皇后 这个皇后呢 他没有生儿子 他不能生儿子 他只有生一个女儿 他没有儿子 所以Henry VIII为了要继承 要使他的这个王位能够继续被继承下去呢 他就要跟Catherine离婚 但是我们知道 罗马天主教呢 他们也根据圣经说 是不可以离婚的 不可以因为这种理由而离婚 所以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呢 就坚决反对离婚 但是Henry VIII 他因为要有儿子 所以他就决定脱离罗马天主教 所以他就自己设立 自己设立自己英国的国教 英国的国教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圣公会 Anglican Anglican 所以这个圣公会呢 他就自封 自封自己是圣公会里面最高的领导人 这个1533年他颁布了这个Act of Supremacy 就是皇帝呢是教会的最高领导人 不再是教皇呢 本来是教皇 但是他现在变成了皇帝 Henry VIII是教会最高的领导人 所以基本上这样子的改革之下就是不全面的 所以他们很多的教会的情况呢 教会的教导 教会的礼仪 都还是跟随天主教 唯一不同的就是教皇改成Henry VIII 所以他们还是走天主教的路线 而清教徒呢 因为他们受了家文 受了路德 受了改教家门 也受了John North的影响呢 他们就看到这个英国教会还是有许多的腐败 还是许多是追随天主教的模式 所以他们就要改革 他们就要改革 所以清教徒里面呢 就有所谓的这个分离派 跟这个不要分离的一派 所以这个怎么叫做separatists 跟non-separatists 所以分离派的意思就是他们要离开国教 他们要自己开始教会 另外一派呢 就要在国教里面进行改革 所以有两派 一派是要离开国教 离开圣公会 然后开始教会牧养信徒 而另外一派呢 是要在国教里面进行改革 所以这两派呢 我们都称之为Puritans Puritans 所以里面比较出名的就有这个 Thomas Kramer 他是Canterbury的主教 他就是Henry D.F.的时期呢 这个可以说是英国的大主教 而他是比较主张是政教合一的 而有这个还有之后的这个Thomas Cartwright Oliver Cromwell 这些清教徒 他们就比较主张是政教分离的 因为他们认为说 世俗的政府权柄 不应该干涉教会 所以就有这样子的情况 那么我们要知道 清教徒呢 他们在这个17世纪的时候呢 他们就有一批清教徒 因为他们要离开英国 他们离开国教 所以他们就搭这个五月花的 五月花的这个船呢 来到了这个所谓当时的新世界 新一个兰对吗 也就是今天的美国 所以有一派清教徒 他们就离开了英国 他们来到了这个美国 所以我们可以说呢 美国的立国呢 是受清教徒的思想所影响 当然我们知道美国立国是在1776年 所以当时清教徒的那一代已经过去了 所以美国的立国之父 很多都是清教徒的后代 清教徒的后代 所以当我们看到美国的这样子的 国家的成立的时候呢 我们在看到这个清教徒的背景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美国为什么要走一个 政教分离的一个路线 因为我们已经说了 这个英国国教的这个腐败 英国的这个皇帝的腐败 所以导致呢 他们知道说 教会跟政府一定要分开 所以他们来到了这个新世界的时候呢 来到美国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们就一定要走这个路线 一定是走这个路线的 所以就有所谓的政教分离 而政教分离呢 在1791年的这个 First Amendment里面呢 就正式呢 立法写在宪法里面 所以1791年呢 美国宪法的第一组正案 这个叫做First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也就是说 他们要立法 把这个法案呢 加入进去美国原先的宪法里面 所以他就有这句话 就很重要 就奠定了美国政教分离的这个立场 也就是国会不得制定 关于设立国教 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 所以我们知道 美国没有所谓的国教 不像英国 英国的国教是基督教 是圣公会 美国的国教没有国教 美国是尊重人权 尊重平等 尊重宗教自由的 所以这个就非常清楚 那么因为美国这样子的立国呢 之后也影响了欧洲的许多国家呢 也逐渐的走到了这个政教分离的这个路线 所以因此呢 我们从这个历史的演变 从教会的历史呢 跟国家的这样的历史呢 我们就看到说政教分离一开始是没有的 是后来越来越明显是在美国这个First Amendment之后才有的 那么之后很多的这个欧洲的国家 法国德国等等呢 很多都走这样子的路线 所以今天我们要如何看这个政教分离呢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西门信条 这个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这个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呢 是1647年呢 英国的清教徒 我们要知道当时英国的 英国的这个政治的局势呢 是属于这个 也是这种议会制的 也是有所谓的国会 Parlament 但是这个国会里面绝大多数当时呢 他们是已经推翻了这个君主制 所以我们要知道英国有短暂的一段时间 是没有国王的 没有皇帝的 这个在当时这个164多年呢 当时的处境呢 这个英国皇帝的Charles the First 他是被砍头了 被砍头了 所以就没有所谓的皇帝 而当时的议院呢 都是清教徒所控制的 因此这一批清教徒呢 他们就写了 这个是政府的一个议院 这个国会呢 他们就编定了这个西门信条 或者我们称之为这个威斯米斯特信条 威斯米斯特信条很重要 因为当中的这个信条呢 他的思想呢都是来自于圣经 而且也受这个佳文这个所影响 所以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许多改革中教会呢 还是会教导这个威斯米斯特信条 但是我们要知道呢 威斯米斯特信条是1647年编定的 但是呢 当后来的这个教会去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这个处境的不同啊 因为当时的这个清教徒或者英国呢 是属于这种基督教国家 但是美国呢 当美国要采要采用这个这个 或者我说美国长老会 美国长老会要采用这个威斯米斯特信条的时候呢 他就需要做一些修改 特别是关系到政府的 他需要做一些修改 所以我现在给你们看的版本呢 是1789年的版本 已经修改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啊 这个美国它 它是要走政教分离的路线 而它这个内容呢 必须要修改符合美国的国情 而这个内容其实也符合 我们今天马来西亚的这样子的国情 因为我们也是走一个政教分离的路线 所以这个 这一条呢 23条 第三节呢 也属于我们的国情 所以我们稍微来认识一下 我觉得这个西米信条呢 就很好的来帮助我们来理解教会与政府的关系 所以今天当基督教呢或者改革中呢 我们谈政教分离的时候 我们都会引用这个西米信条的 第二十三条 特别第三段 我们可以一同来念 你在各自的家中 我们一同的来念 你不需要打开麦 我们一起来念 国家官员不可见取讲道于施洗圣礼 或执掌天国要使之权 亦不可丝毫干涉关乎信仰之事 所以第一句呢 就非常的清楚呢 讲到说什么 国家不可以干涉教会 对吗 国家政府呢是配件的 教会呢是执掌天国要使 这个根据这个 这个耶稣对彼得讲的这句话 对吗 所以呢国家跟政府呢 这个这个国家政府跟教会呢 是分开的 是分开的 是互不干涉的 第二句我们来看 然而 然而国家官员如同保育之父一般 保育之父一般 有责任保护我们同一个主的教会 不偏袋任何一个宗派 以使众教会人员均可享受那完全的 无限制的 无条件的宗教自由 去履行他们神圣本分的各方面 不受威胁或暴力侵扰 所以这个也是配合这个第一修正案的 所以国家政府呢就好像巴巴那样子 要保护呢 要保护主的教会 因为他们有配件 他们有武力 他们有军事 对吗 所以他们是可以保护教会的 所以使教会呢 能够享受这种宗教的自由 以至教会能够做上帝差派他们做的事情 换句话说 教会可以敬拜 教会可以赚福音 教会可以做这些敬虔的活动等等 不受威胁或暴力的侵扰 所以这句很重要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并且耶稣基督在他的教会中呢 既已规定了通常的治理和惩治 他们在按照自己的信念 而志愿做某一宗派的教友 权利的行使 任何国家的法律 都不可加以干涉或阻碍 所以这边很清楚的看到 所以教会有教会的权柄 政府有政府的权柄 而政府的权柄不可以干涉教会的权柄 换句话说呢 政府和教会虽然是有各自的权柄 但是呢不可分割的 教会和政府呢是不能够完全分开的 因为政府还是需要保护教会的 政府要确保教会呢 能够行使宗教自由 能够去履行他们神圣的这个责任 所以政府和教会虽然权柄上呢 互不干涉 但是呢各有功用 我要这样这么说 各有功用 教会和政府呢是可以合作的 在一些事情上其实是可以合作 就是家文所提出来的这种政教合作的模式 其实是可以合作的 但是政府不可以干涉教会 包括教会行圣礼啊 教会的这个惩戒的 几率的行动啊 政府不可以干涉 然后最后一句我们来看一下 国家官员当保护所有人的身体和名誉 使人不知因宗教不同或不信宗教 而遭受别人侮辱暴力咒骂和伤害 又当制定法规使宗教和教会的集会得以举行 不被骚扰 所以这里呢最后一句呢就包括了其他的宗教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有许多的宗教对吗 甚至法轮功在那边也能够平安的度日 没有人去对付他们 没有人去威胁他们 所以这些都是好的 因为上帝有普遍的恩典 上帝有这个上帝普遍的护理 所以国家呢应该要保护所有人 我不可以说不再像中世纪 中世纪如果你是异教的话 如果你是以色兰教的话 可能会被人杀 会被这个宗教法庭所这个处决 我们也看到这些所谓宗教改革的人 很多都是被当时的天主教所杀的 对吗这个绑在柱子上烧啊等等 但是呢这其实是错误的 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 虽然有不同的宗教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彼此尊重 特别政府呢要保护每一个人 所以这里呢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这种 教会和政府的这样子的关系 好所以我就谈完这方面 接下来我要谈一个重要的课题 就是我们是否基督徒呢 要无条件的顺服政府 是否我们要无条件的顺服政府 当然在这方面呢我们知道 这方面这个争议性的很大 争议性很大 不同的神学家有不同的立场 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单单从圣经来看 我们从圣经来看 有两段的经文非常明显的教导我们 第一段就是使徒行传四章十三到二十二节 然后第二段呢是五章十七到四十二节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背景呢 就是当初出去教会 是地方死的过后呢 基督徒受逼迫 特别受犹太人的逼迫 那么这个犹太人也煽动这个 罗马政府去逼迫基督徒 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彼得和约翰 他们被捕 他们被捕 然后我们特别来看 《使徒行传四章十九节》 彼得和约翰 他们被捕 我们看到如果呢 如果彼得和约翰在那样的情形下 顺服这个宗教领袖的话 顺服犹太公会的话 不继续传基督的道的话 不继续传福音的话 那么我们今天就没有这本圣经了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就没有圣经了 因为他们不可以传福音 他们不可以宣扬这个基督的信仰 但是呢 我们看到上帝的保守 彼得和约翰他们勇敢的 违抗政府 勇敢的违抗政府 我们看这一节的经文 彼得和约翰说 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 这在上帝面前 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佐量吧 所以我们就看到 初级教会 他们虽然受罗马政府的逼迫 受犹太公会的逼迫 犹太教宗教领袖们的逼迫等等 但是他们还是勇敢的继续传福音 所以这是我们要效法的 然后第二个经节 我们来看一下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 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是应当的 所以英文的反应是什么 We must obey God rather than men 我们必须顺服上帝多过于人 所以这个是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 我们不是无条件的顺服政府 我们不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可以妥协我们的信仰原则 不是的 我们要知道 上帝的权柄是高过政府的权柄 上帝是高过政府的 政府的权柄是来自于上帝 而政府不等同于上帝 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 政府不等同于上帝 所以当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 政府所颁布的法律 所颁布的这些的命令等等 我们基督徒 我们应当要以福音来审视 我们要以福音来审视 我举个例子 如果政府 马来西亚政府今天如果说 教会停止聚会 我们要不要顺服 如果说教会停止传福音 不当然是不可以像这个穆斯林传福音 你连华人印度人 你都不可以传福音 这样我们要不要顺服 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或者政府政府今天跟你说 我们要实行多夫多妻的制度 因为我们要增加人口 我们要多夫多妻 一妻多妻 一妻多妻都可以 我们要不要顺服 或者政府说我们人口很多了 现在我们一个人只可以生一胎 所以如果第二妻必须多妻 我们要不要顺服 所以这些的课题都是很真实的 在其他的国家都是真实发生的 但是我们马来西亚可能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战力 没有那么大 但是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权兵是高过政府 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地上我们的政府都是不完美的 对吗 这个政府是由一群败坏的罪人所组成的 所以我们知道政府呢 很长时候他们不是执行上帝的旨意 他们很长时候呢 也不是执行上帝的公义 对吗 很长时候跟福音是违背的 那么我们的盼望在于什么 首先呢我们知道呢 我们的盼望呢 不是在于短暂的政府 这个政府呢是短暂的 这个政府呢我们看到历世历代 每一个政权的兴起 包括以色列国 包括埃及帝国 包括巴比利伦帝国 多么伟大都会过去 同样的我们这个世界 如今的政府的这些政权呢 有一天都会过去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 主基督必再来 当主基督再来的时候呢 世界上的所有的痛苦 罪恶不公义的事情都会被消灭 包括罪恶都会被消灭 包括抵挡上帝的人都会被消灭 而基督所设立的一个国 是什么样的国度呢 是新天新地的国度 里面充满慈爱 充满公义的一个国度 充满真理的一个国度 所以我们的盼望呢 是在于三位一体的上帝 如果我们对政府失望的话 如果我们对地上的政府失望的话 我可以鼓励你们 看诗篇92到99篇 因为这一些经文呢 都提醒我们上帝 他是最高的统治者 他是掌管世界的 上帝他废王他立王 他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 上帝是掌管世界 是审判全地的君王 我们也可以看 启示录17章跟19章 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是万王之王 他是万主之主 他必定再来更新整个的宇宙 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 最后呢 我要以我们的回应来做结束 所以我们要如何回应呢 除了我们要做一位尽责的公民之外 也就是昨天晚上我们讲的 我们要顺服政府 我们要行上 我们要缴税 我们要尊重政府等等 除了这一些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回应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呢 福音是上帝的大人 要就一切相信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政府不能改变人性 政府有许多的缺乏 有许多的不完美 但是我们要相信福音 福音能够改变人 这个当我们说上帝的大能 这个大能在希腊原文呢 是dynamis dynamis 这个演变成英文是dynamite 或者是dynamic 也就是说这个能力是爆炸性的能力呢 是可以行使神迹的能力 所以dynamis跟神迹的这个原文是有相关的 换句话说呢 福音是可以改变人的 福音呢 是可以行使神迹的 是可以改变人的 我们不要忘记从旧约到行约呢 我们看到有许多上帝的子民 他们在政府里面呢 是都是做高官的 所以没有问题 基督徒可以参与政治 好像约瑟在埃及 当以理他在巴比伦 然后之后又在波斯 当任高官的 尼西米 他是波斯王的酒阵 对吗 以斯帖他甚至成为这个波斯王 亚哈水鲁王的王后 然后他的叔叔呢 又作为这个首相 我们也看到星约 我们看到撒盖 他是税吏长 他悔改之后 他没有辞去他的工作 他还是做税吏长 税吏长跟这个犹太工会呢 跟这个罗马政府是非常亲密的关系 可以说是政府部门 尼格迪姆 他是法利塞人 他也是犹太工会的成员 是政府官员来的 还有哥尼流 这个意大利营的白副长 所以我们看到呢 福音可以改变人 当福音改变人的时候呢 人就可以参与政治 在政治里面呢 发挥影响力 荣耀上帝 高举基督的名 所以我们不是消极 我们不是说政府腐败 政府败坏 我们就什么都不做 我们就是管在教会里面 每天祷告赌金 世界上的事情 社会上的事情 都不管 不是的 在旧约 在新约圣经里面呢 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所以我们是可以参与政治的 我们是可以改变这个局势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改变的局势呢 不可能是完美 但是我们可以 一定程度上呢 上帝可以使用我们 来改变这样的局势 然后第二个经节 我要让大家思考的是 就是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 保罗在这里呢 他吩咐呢 基督徒呢 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来祷告 来代求来祝福 所以我们要为我们政府祷告 我们不是不管谁政府 我们也要继续为政府祷告 为什么呢 因为目的呢 就是为了我们可以 尽全端正平安无色度的 也就是刚才 《新闻信条》23条里面所讲的 我们可以享受宗教的自由 我们可以行使教会的神圣的职务等等 所以我们要继续的为政府祷告 所以今天呢 我在这边就做一个结束 盼望的弟兄姐妹 我们这两天所分享的 大家可以好好地思考 我们能够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的公民 愿上帝使用我们 愿上帝赐福我们 如果你有上帝的护照 我会鼓励你参与政治 在里面来发挥观语言的作用 好 我的分享到此 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林与生弟兄 对兄姐妹平安 那就谢谢给如滚传道的这个分享 那该传道他有讲到说 就是在新天新地的这个来临之前呢 我们我们还是会面对许多的 在世上种种罪恶的挑战 包括面对这个腐败的政府等等 所以在新天新地的来临之前呢 我们还是需要很实在的很现实的 在这个社会里面去生活 过来度过每一天的这个生活 所以我昨天在第一天的 在昨晚的这个 这个分享里面 我有提到说 国会的这个运作是怎么样嘛 对不对 其中里面就包括了这个 下议院跟上议院 他们在这个国会里面 他们个别的职责是什么 那么最主要职责就是 立法就是要去去检查这个 这个这个公共政策啊等等 在这个国会里面去辩论 到最后商讨了 然后再推出这些这些法案等等 那么我们是否有想过呢 那么谁去制衡国会里面的 这一些运作呢 Next 所以我今天的这个大纲是 会这样子来告诉你们 我们每次提到说 这个政府呢是很correct 很腐败等等 然后我们要去 要去到国会 我们要 要进行这个political reform 这个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 但是其实到底 有没有人告诉你 什么是政治改革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改革 政治改革 是不是只是一个 一个观念上的 就是你听了 你自己爽 但是你不知道要做什么 就是一种很抽善的概念 那我今天我的这个第二天大纲 我就可以给你们一些比较实在的一些 一些一些方案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明白的 然后我主要想要带出来的两个重点就是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就是这个工账会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standing committee 就是我下一个slide会有 会给你们看的 那么这个工账会的 Next 那么这个工账会它的主要的运作是怎么样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立和重要的这个议会 那其中它的功用就是要制衡这个国会 那在一个一个学术的一个报导里面就这样子讲 就这样子讲到说 PAC is one of the independent and significant committees of the parliament in operation to oversee the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funds and accountable government 所以它基本上的运作是这样 那么国会本身呢 那么国会本身呢 它里面所有的这个资金呢 他们里面所 他们所approve 所approve的这些public funds 这些基金呢 其实到最后他们还是需要经过这个工账会的这个认可 或者是工账会如果认为说 为什么你在这个 工账会如果有这个 我就想说 工账会有这个权力呢 去调查 或者是去审查 这个国会里面所办 所通过的这些expenses 这些taxation等等 这些就是这个税收的这些 这方面的这个问题等等 所以 根据这个议会常规 standing orders 77 sub 1呢 工账会的这个检查范围呢 包括这以下这四种 第一就是联邦政府的账目和国会所批准的这个总额 第二就是所有政府机构和组织的这个账目 第三就是这个审计长 Auditor General的这个报告呢 其实需要在这个国会里面呈现 根据宪法107条 那这个Auditor General 这个Auditor General 审计长的报告是怎么样 审计长需要去审计整个国会里面所批准的这些种种不一样的项目 这些资金啊 我如果说今天这个财政部长把1000万放入这个哪一个区 作为哪一个项目等等 这些就是总计长的到隔一年他都需要去做一个审计 对不起我刚才说总计长的 就是审计长需要做一个审计 那么去看哎到底这些资金到底有没有经过最合法的这个过程 这个合法和合理这个过程呢 让这些钱去到这些所所拟定的这个项目等等 所以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到说 工章会他可以让这个审计长的这个报告里面在国会里面呈现 基本上就是人们都可以看到的 第四个就是他就是这个工章会有的最大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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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柄就是 任何工章会觉得需要处理的事情包括临时丑闻啊或者是任何的事件等等 比如说你记得在2019年就是509之后了就是这个西蒙上任之后呢 你记得就是有一个有一个这样子的事情说到 这个GST的这个refund是被是被前任政府被盗取的这件事情 如果你们还记得这个事情的话 那我告诉你那当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这个事情一被被发掘出来的时候呢 工章会就立刻以这个议会常规第四条 这个D的这个权柄去处理这个事情 那么之后他的调查结果呢是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被放出来 这个是其实照理说人民是可以去这个去施压给这个工章会 这个政府说你们当时候的这个这个报告也没出来了 但是我印象中是他们出来是说这个 GST refund是没有被盗取的 他们的那个总结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工章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功用 所以你看在国会里面 我相信其实不是可能 这里的人我相信可能都知道 但是其实我所明白的是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工章会的这些功用 还有工章会的这个这个权柄是很大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国会议员呢 被委任进去在工章会里面做工的话呢 其实你其实是要特别的监督他 因为他在工章会里面呢 他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 工章会是唯一一个不受国会限制的一个一个 一个议会 那他的这个资金呢 他这个funding啊 那么资金也不受国会的这个限制的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 当我们说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去看 怎么样去进行国会改革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的就是 你要注意工章会里面的人是谁 因为工章会的这个主席 工章会的主席一定需要是从在野 就是opposition你的反对党的其中一个领袖 其中一个资深的国会员来做的 所以你看国会里面呢 如果在朝的人 Let's say is party A 我就说现在在朝的人是 是这个 BN 我讲就是国阵啊 在野就是我们 现在如果是反对党是这个西蒙的话呢 那么西蒙的其中一个比较资深的 这个国会员就需要 坐在这个工章会里面 作为它的头 所以你看在这样子的一个体系之下 你就可以明白说 这个工章会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它是一个很有力量 很有权柄的一个制衡的体系 Next 第二就是standing committee 那standing committee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新的 standing committee就是常务委员会 那在外国在英国 这个澳洲啊 甚至是印度等等 都有这个常务委员会 这个standing committee 那个常务委员会 基本上它的功用是怎么样的 那我刚才我们 我们刚才说到 工章会的功用就是去去審查 去监督这些 总的就是在这个数字上嘛 就是这个国会里面所批准的数字 这些账目的问题 对不对 那么这个常务委员会呢 它的这个功用是什么 它功用就是当现在 比如说一个部门 在是呃 这个科技部部长 那么这个科技部 啊我们不讲科技部 我们讲这个防防防防部长 这个defense 如果这个呃 国防部长呢 他现在他们说好 我们现在要购买呃 1000架这个直升机 还有一千架这个油艇 OK 那么他们当然是需要呃 有进行有很足够的这个审查 还有这个budgeting 他们要去做他们支出需要用多少 然后当然他们也是需要 在他们的这个studies 他们这个analysis里面 他们要一定要有足够的这个 这个确据去说服这个国会说 哎 我我们的国家 暂时面临了什么什么情况 可能哪一个某某国家要 我们有收到资讯要公导我们啊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需要去购买 这些这一两千台的这个支撑机 还有这个潜水扇等等 那么这个时候呢 工帐会基本上是不太能 也甚至是没有这个专业的 这个技术性的知识 去考察这些这个国防部的这个建议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 其实真正更需要有的 就是常务委员会 standing committee 所以常务委员会呢 是怎么样 国防部如果是在这里 常务委员会就在旁边 国防部所要推出的任何 法案 任何 budgeting等等 这个standing committee 常务委员会一定要去检查他们所做的事情 那么谁坐在常务委员会里面 同样的他就好像公账会这样 他就有在朝和在野党的这个国会议员们 所以我在这个slide里面我所呈现的是 我们现在有这个 但是我目前已经被通过 开始实行的这个常务委员会有这个法案检测 conciliation of bills 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广大的 就是讲这个这一个常务委员会本身 就是去检查所有的这个法案 这个其实是不是太practical啦 to be really honest 很老实的告诉你 这个东西是不 不太能行使的 因为国会里面有那么多的法案 那么多不一样的这种种种的这个课题 甚至是很多事情 如果是一个这个法案是从这个科技部那里出来的话 你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去 在你的资源不被分散 你的专注力不被不被影响的情况下呢 去检查这些法案 但是有好过没有对吗 第二就是budget预算 那这个这个常务委员会预算 这个预算常务委员会的这个组织呢 就是要去检查这些预算等等 你是不是用过多还是你用过少 那么其中一个预算的其中一个工作是什么 就是要看今天如果在国会里面呢 国会说我们要把100万放到这个 ministerium of education 或者是ministerium of health等等 那么这个常务委员会预算的这一组人呢 就要去看到底是不是需要这么多 好像昨天如本传道有提到说 我们是不是发现到在政府部门里面 有些政府是highly inflated 太多人你在里面一个有10个counter 只有3个人坐在那边 然后另外40个坐在后面 在那边做printing啊 在那边做东西等等等等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需要透过这常务委员会 真正的去做很深入的调查的 那么同样以此类推 我们就有权益与性别平等的这个常务委员会 所以我们有这个主要公共委任就是major public open 特别大型的这种 本马上 opernary general这个总监察师 甚至是那个那个审计长的这一些委任这个过程等等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国防与内政 最后就是联邦与州政的这个关系 其实这一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因为很多时候呢 这个没发现到国会议员跟州议员 他们我不是说他们没有在一起工作 我是说很长时候 特别是在那种国会议员是有一个党派所允许 州议员是有另外一个党派所允许的话 你会有一个很奇怪的一种关系 就是一种很比较tense 比较紧张的一种关系 所以如果有这个standing committee 这个常务委员会就是特别去关注 这个联邦与州政的这个关系 这个委员会的话呢 就是他是可以可以去soof out 我们说可以去让这个特别在这种情况 这个州跟政府这个有不同政党 不同态系的这个情况下呢 就是他们是可以进行很大很有效的帮助 因为我在再次的提醒你 常务委员会里面的这个委员们呢 他一定是要从在野和在朝 在朝和在野党 就是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所以简单来说 这个常务委员会的成员 必须包括在野在朝党 然后以达到最佳的这个止衡功效 他为什么是最有效的呢 因为他是最具有独立性的 他是具有最中立性的一个性质 所以本质而言这六组 这上面这六组 Constitution of Bills Budget Rights and Gender Equality Major Public Appointments Defense and Home Affairs 还有这个Federal State Relations 的Standing Committee 这六组的这个常务委员会 是加强马来西亚民主过程的重要的一步 所以他 像我刚才所说 他是能够有效的检测 查考国会想要通过的任何方案 但是他们需要最有独立 并且非常充足的这个资金来运作 我之前在国会工作的时候 我记得前面有另外几个常务委员会 被通过组织的时候呢 当时候的首相是给零资金来运作 所以如果在这样子的情况 你会发现到其实我只是就好像开了一间店 可是我没有 我没有把那个 那个 没有没有把这个 这个店 或者是这个水店 我没有我没有把它开给你 所以你要怎样去 how are you going to run the shop without electricity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很很实在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我的分享大概就到这里 我是想讲 这个 我们当我们去要去面对去探讨 关于这个corruption 这个腐败政府的问题的时候 你其实你一个 你可以问你的国会员 甚至是下一任的这个 你的国会的这个候选人 你们应该问他 你认为这个常务委员会 我们还需要有什么样的常务委员会 sending committees 然后当然我们也是要知道 他们到底赞不赞成 这个常务委员会 然后如果不赞成的话 为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了那么多的这个好处 如果他们不赞成的话 为什么 没有钱吗 还是没有那个 那个political will 没有那个意识 没有那个动机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动机 没有这种意识的话 那么你 对于我们马来西亚 你要有一个很 你要怎么样去进行 political reform 这个政治改革 如果没有这些的话 你的政治改革 是不是一个 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呢 所以这些是我们可以提问的 那我下一个slide呢 我这个就是一个思考题 那第一个思考题就是想问 就是昨天其实也是有人问到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国州议员 那么国州议员的这些个人信仰呢 他们的道责价值观啊 他们丑闻等等啊 是主要的考量 还是次要的考量 那么这些考量是否是绝对的 或者是相对的 那么在这三个下面的这个video 这个影片当中呢 他不会给你一个答案的 我抱歉 他不会给你一个答案的 但是 我希望他能够可以给我们 有至少有更多的这个空间 去理解 去思考一下 其实我们对 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国会议员的理解 国会议员 州议员都好 甚至是你的这个 counselors 你的市议员都好 我们对他们的理解 是否是足够的 甚至是我们对政治的理解 从基督徒身份 基督徒的角度 我们对政治的这个理解 是否是充足还是足够的 那我们看第一个 左下那个NST的 对于国会议员的 回旋那个slide,那我就大概跟你们讲什么事情,第一个最左下角的那个呢,是关于到,这个,在Pirac,在霹雳州有一个,这个州医员叫Paul Young,那么他,现在就是,他涉及强奸自己的这个,女佣的这个案件,那么他的,他的听审,不是,不是听审,他的这个, 他已经审讯之后了,所以他下一个这个日期,Decision Date,好像是6月15号等等之类的,那这个是Paul Young,第二个就是我们前任首相纳吉呢,在解释这个,一马公司的这个,这个事情,那么这个,这两位,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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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呢,就问这个,呃,我们前任首相纳吉呢,你对这个,一马公司的这个腐败的这些种种的这个,指控,你有什么,有什么看法,那么, 首相纳吉他就,前首相纳吉他就说,呃,其实这个一马公司的这个倒塌呢,然后一直知道之后,我们所,我们所现在看到的这些种种的这些事情呢,其实都是,他只是一个生意模式的失败而已,这个是他给的那个,那个,呃,答复,那么第三个,就是最右下角那个The Star的那个影片呢, 啊,那个里面他是说,呃,呃,这个我们的,呃,呃,这个前任财政部长林冠宁,在这一个,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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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中,呃,他被指控说,他想拿,呃,呃,呃,10%,就是从,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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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当你看到这些这些这些影片之后呢,我们当然我们要问自己就是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在我们投选他们的时候我们选他们坐进这个国会里面的时候 这一个 这些考量 这些道德价值观的考量 甚至他们丑闻 背后丑闻 你的 他们在你心中 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 这个我们可能过后 可以跟Rubin传道 我们一起在商谈 下一个 好 我们509大选的时候 记得那时候 这个西门政党 他们一直说 我们其实是要看大局 去 作为这个投票 我们不管这个人 多好 我们不管那个人 多好 我们要看那个大局 有了这个大局 我们才可以 这样子的去 迎娶这个政府 那我就可以播下这个video A long-simmering power struggle boiled over on February 24th, 2020 When Dr. Mahathir Mohamed unexpectedly announced his resignation as Malaysia's prime minister his decision prompted members of 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 Or Bersatu to pull out of the ruling Pakatan Harapan Coalition en mass along with nearly a dozen members of Parti Kaadilan Rakyat OrPKR The mass exodus Required for a simple majority to form the next government The renegade party Bersatu Decided to drop Dr. Mahathir as his candidate for prime minister and threw its support behind party president Muhiden Yassin The decision was backed by two former political rivals The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Or ANNO And the Islamic party Bers But that in itself is an indication That Mahathir is really not in control Bespite the aura of him being the centre of it all The political storm ended with the king's appointment of Mr.Muhiden Yassin As the country's eighth prime minister On Sunday March the 1st 2020 But who's re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collapse Of the Pakatan Harapan government Just two years After its historic victory In the 14th general election Was it Muhiden Yassin Or was it PKR's Former deputy president Azmin Ali Or is the downfall A result of Dr.Muhathir's own undoing And with the appointment Of Mr.Muhiden As prime minister Will it herald The return Of Malay nationalist Politics Putting an end To the reformist agenda And the new Malaysia dream Ok Ok 再回去上一個 Video的那個slide Ok So 在這個 在整個事情當中 我們看到什麼 基本上 剛才那個影片呢 他告訴我們什麼 你記得在509大選的時候 我們一直被 就是那時候很多人都說 我們一定要看著這個大局去 去進行這個選票 我們要選啊 不管這個人是誰 不管那個人是誰 總之我們一定要把那個 我們一定要把那個 前任的政府 我們覺得很腐敗的政府把它拉下來 就是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當時的大局 那麼 我們當然也知道 剛才就上個那個影片所告訴我們呢 這些之後的一個 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就是 在 2020年就是大概在 COVID之前啊 我們之前的上任政府這個西蒙 就完全就這樣子倒台了 所以這個問題呢 我們想 我們可能 我們可以這樣子去思考這個問題了 到底我們下一屆大選的時候 我們還 還要再從大局的這個概念去思考事情嗎 還是 我們上一屆 這個509大選的時候 這個大局裡面呢 一個出了一個很大的狀況 就是我們把某某某 我們把其中一個政黨 或者是 甚至一個政治理念 把它看成是 是一種救世主的心態 所以同樣的我昨天在 第一天分享的時候有說到 我們不能在 不能從政治當中 來去得到 去尋找答案 尋找人生答案 甚至尋找社會議題 種種種種種這種 很深很有 很複雜的這種答案 你找不到的 所以這個救世主的心態 我是想提醒弟兄姐妹們 我不應該有 那下一個 這個廢票就不用 就不用再去播了 基本上這個廢票就是 同樣的在509大選的時候 當時候很多人就說 我們不想投 我們兩邊都不想投 那我記得當時候 因為很多大局人士 就會說你不投票 基本上你就是在 這個 你在 你這個廢票黨 你就是浪費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 你手上是神聖的一票 你不投這一票呢 上一任的這個政府 就不會下來 等等等等這樣子的 甚至是很多人說 你不投這一票 就是在 你是不是基本上是在 贊同上一任政府 所要做的事情 那麼 我是這樣子看 我們 當時 在509的那一個 那一個出景 是 稍微比較特別 我也不會說 誰對誰錯 我當時候 我對廢票其實是 比較 我是當然這個看法 是比較保留了 但是我們 我們從三屆大選之後 我們到現在我們一起 學習到說 我們其實真正不可以 把我們的盼望 放在政治裡面 so this is what happened 我們把我們所有的盼望 都丟進政治的時候 我們就有昨天 像昨天這樣的一個問題 對政治冷感 然後開始 想要投廢票等等等等 so這些都是 從 509大選之後 發生了很多很多事情 到之後 會有人說 其實廢票啊 其實是不是 一個更好的一個 一個選擇 那時候 Don Mahade呢 他 他形容這個 上一屆的大選為 你基本上只是在選 Coke 或者是 Pepsi 意思是什麼 兩個都是黑 這是你選哪一個 當然這個是比較極端的例子 但是也不完全是錯的 嗯 所以 廢票與你 你到底是不是 去投廢票 到最後 真的是 看你真正 想要推的議程是什麼 如果你真正關注的是 很大的社會議題 Corruption 腐敗的話 這個腐敗的課題的話 你就真的是 要去問你的這個 這個 國會的這個 國會 甚至是你州會的這個 這個 這個候選人 你對於這些事情 你的看法是什麼 那麼 對於你這個 Local 你的 比較地方性的問題 區域性的問題的話 你就要問你的州議員 你要怎麼樣 用很有效的這個 這個方式去處理這些問題 那麼我投你上去 之後你可以做什麼 所以我是 想告訴對選姐妹們 我們真的需要 很有智慧 我們真的是尋求 主所賜給我們的這個 智慧去思考 我們在投票的時候 甚至你不想投票的時候 它的後果是什麼 所以這個是 我希望在這兩天 總結以下 我多總結我的這個 這個分享的時候 可以至少 我可能給不到你最完整的答案 但是至少可以 讓我們有一個更多的空間 一個更有深塑性的一個空間 去思考我們基督徒在政治裡面 我們可以做什麼 透過理解了這些法律的這些知識 Next 好吧先交給Isa 好的 我們謝謝兩位講員的分享 我想我們都從這兩天的信息 當中就受益良多 特別是教會跟政府的關係 然後有關馬來西亞的政治 選民的責任 還有一些思考題來 刺激我們的思考等等 接下來在我們開始 問題解答的環節之前 讓我們先舉行一次的奉獻 這個奉獻只開放給基督徒 你可以按照PPT的資料 來進行銀行轉賞 或是用Salvapay來奉獻 在我們進行奉獻的 同一個時間 我們也一同的來唱詩 我們來唱聖靈激利 與聖靈激利 恩求天神 紹皇神 虧 福利 替光神 都不 receptive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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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此刻我们来到你的谈前 恭敬谦卑将我们金钱奉上 祈求恩主悦纳并赐予教会领袖 与同工们有属天的智慧 妥善管理一切的资源来扩展基督的国度 如此仰望祷告 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 阿们 好的 现在我们就进入这个问题解答的环节 我这里有收到几个问题 想要分别请两位讲员来进行一些回答 特别是从昨天到今天所收到的问题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想要问如本传道 这边就提到了这个 马丁路德 他抗议并且违背了更高的权威 因为只有他这样做 才能让更多人真正的知道福音 然后我们也回顾过去 基督徒所面临的各样逼迫 我们只是猜测 这可能是神的计划 使福音能够在这世上更进一步的被管传 但如果这些基督徒团结起来 勇敢的站起来与权威抗争 这也许就能阻止基督徒到今日仍然面对极大的压迫 我的问题是 基督徒该不该与压迫基督徒的更高权威斗争 还是我们要认为这是神的旨意 是他的计划 这些事情应该发生 我就请林路本传道来回答 这个问题很好 所以我就稍微回答一下 我们要知道呢 上帝他是掌管历史的主 上帝掌管历史 没有一件事情呢 是在上帝的掌权之外 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看起来是很不好的 很灾难性的 就好像这个当初的这个罗马帝国 压迫基督徒是很不好的 但是呢 上帝有他的美意 如果我们读新月圣经的话 保罗有许多次的教导 他说我们在这个苦难里面呢 我们有益处的对吗 我们可以生忍耐啊 我们可以有老练啊 然后老练啊 不至于羞耻啊 产生盼望等等 所以这些苦难呢 包括这些政府的逼迫等等的 是有他的目的的 上帝有他的美意 所以我们看到呢 在整个教会历史呢 特别我们看到初级教会 他们是没有跟罗马帝国抗争的 没有斗争啊 没有斗争 基督徒都是非常低调的生活 然后在一些地方呢 无论是公开的 或者是秘密的传福音都有啊 所以初级教会呢 就是这样子发展起来 我们也看到上帝带领的这个福音 就传遍了全世界 对吗 基督教今天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宗教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有他的美意 当然我们今天我们还是面对许多 基督徒被逼迫的这样子的情形 特别在中东 在朝鲜 在大陆这些地方 还是有许多的逼迫 但是呢 我们不要以为这些逼迫呢 是对教会是有害的 我们要记得保罗 他在圣经里面讲的一句话 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就是那按他执意被招的人 所以我们要知道呢 这些无论是这些不好的事情 政府的逼迫等等呢 上帝都在当中掌管 上帝也会使用这些不好的事情 运作呢 以致呢 可以造就基督徒 以致可以使基督徒得着益处 所以这是圣经所教导我们 所以我们看行愿圣经 我们看到保罗跟彼得的教导呢 他们都没有显示出要去抗争 要去反 要去反这个罗马政府 除非是传福音的事情 他们有争辩之外呢 其他事情 他们没有要推翻罗马帝国的政府 没有 但是我们看到宗教改革呢 上帝也许可 这个宗教改革的发生 以致这个腐败的天主教呢 得被推翻 这个我相信都有上帝的许可 有上帝的美意 以致我们今天基督教呢 能够在这样子的状况里面 我们发展 我们还有正统的信仰 这都是上帝的美意 所以我们要知道呢 上帝掌权历史 在这个上帝 上帝他在整个历史里面 他对教会 对世界都有他自己的旨意 所以历史已经发生了 我们就感恩 我们看到上帝的代理 一直到今天 我们许多国家的这个基督教呢 还是可以自由的发展 当然除了一些地方还是不能 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他仍然掌权 仍然掌权 而且呢 当我们看这个加尔文 加尔文的这个 基督教要义的时候 或者加尔文他写信给这个法国 这个Huggenots的 这个这一派的人士的时候呢 加尔文的主张呢 都是不要斗争 都是不要斗争 因为每一个context不一样 每个国家的context不一样 可能时机还没有到 或者你如果鲁曼斗争的话 只是会失去生命而已 等等 教会有他更伟大存在的目的 就是要穿福音 而不是鲁曼的抗争 然后失去生命 所以我们看到 Huggenots的这个法国这一派呢 他们比较激进 他们是受加尔文主义所影响的 但是加尔文没有站在他们的立场上 加尔文没有同意他们立场 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之后的抗争 也是失败 所以今天呢 法国呢 还是天主教为主的国家 对吗 法国今天还是天主教为主的国家 然后我们也看到英国 英国清教徒呢 他们也没有要推翻 英国皇帝的政权 没有 所以今天英国 还是这个所谓的君主立宪制 对吗 当然有这个民主的 这个制度的 这个参与等等 所以是君主立宪制 不是君主制 是君主立宪制 所以英国的清教徒 也没有要推翻这个政权 也没有说要 这个斗争到底等等 没有 所以我们就顺服上帝的引导 我们教会呢 我们基督徒呢 我们有更加伟大的使命 就是荣耀上帝 然后传福音 敬拜上帝 是众人的同德福音的好处 这是我的回答 谢谢传道 我想在这个chatbox 也是有一个跟我们 现在这个题目有关联的 可能也可以现在就回答 就是当年马丁路德的原意 是不是只是要进行学术的辩论 而不是推翻这个罗马天主 对啊 许多的这个学者们都认为 马丁路德他其实 不是要推翻这个政权 马丁路德呢 他这个95个这个性感呢 他主要就是要指出赎罪券的问题 因为赎罪券呢 这个交易啊 是不根据申请的 只要你买了赎罪券呢 你就可以为你死去的亲人 在炼狱里面赎罪 然后他们可以从炼狱里面呢 上升到天堂啊 这个都是不合乎申请的 而且罗马教皇呢 当时这个天主教的教皇 主教们呢 都是为了要赚钱 所以我们也看到 教廷里面有许多腐败啊 教皇也是跟这个女人通奸 生了很多私生子 然后酗酒啊等等 非常腐败 所以马丁路德要指出教会的问题 马丁路德不是要 推翻这个政权 但是呢 我们看到上帝的带领呢 就就使用马丁路德呢 以至呢 最后就 这个小小的货 烧遍整个欧洲 就兴起了这宗教改革 然后就有许多的政权 被推翻等等 我们相信有上帝的美意 但是 马丁路德 他当时 他的动机不是这样子 但是上帝使用 上帝掌管 所以马丁路德 他这种所谓 这种赎罪卷的 这种的教导呢 正统教育的教导 福音的教导呢 就影响了很多人 包括 家文 包括后来的 这个穆朗顿 等等的这些改教家 所以我们就看到 上帝他怎么样 带领整个教会历史 继续传道 然后接下来 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这个 就是有一个问题 是有关我们马来西亚的 他就问了 请问为什么我国的政治人物都有头衔 YB算是头衔吗 外国的总统不是都可以直呼他的姓名吗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马来西亚的宪法和美国的宪法有什么不同 我想我可以请凯文弟兄来分享 第二个问题 那个马来西亚的宪法跟美国宪法的不同 这个问题 这个蛮技术性的 我尽量在第二个问题的时候 我尝试回答 那第一个问题是讲到 YB的这个头衔是不是 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这个政治人物都有这个头衔 YB算是不算是头衔 照理来说 YB YB这个字不算是头衔 那头衔就是 如果你是dublog 你是dublog3 你是dansuri 这些都是头衔 那么这些通常都是由 某某这个 苏丹所颁布给你的 或者是有人啊 他们就说 这个人应该 他在这个社会上 他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他应该被颁了一个头衔 就是我们去认可 去认证他成为一个 每个人都应该要知道的一个人 这样子等等 这个是头衔 那YB这个字 YB就是备受尊敬 我们这样子直接翻译的话 他不算是一个头衔 因为他算是人民选出来的 所以他最多只是 就是我们只是尊敬你 因为你是人民选你出来的 所以刚才有另外一句是提到说 在外国甚至总统都不需要 知乎他的事 对啊 我记得以前在 我在英国还有在澳洲读书的时候 那里的人都是 对于这些政治人物呢 他们的那个看法是很 很敏淡的 他们甚至是对这些人 他们觉得说 哦你们真的是要做 你要做工的 我记得看过一个新闻就是 有一个正 在英国有一个政治人物呢 他在下午两点多的时候 就出来排队 买一个很出名的一些食物 还是食品之类的 过去有一个人 你坐在这边 你不是你不是应该做工的吗 所以你就是这些是在外国呢 就是在这些 这个人民意识相对来讲 比较高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会对这个国会议员 这些政治人物的这个要求 是非常高 他们甚至觉得说 你应该是听我们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是我们选你出来的 所以 简单来说 YB 我不会觉得他是一个 头衔 因为头衔就好像是 DATO3 真的是被颁布 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YB的这个 这个称号呢 Yang Bahamut呢 是照理来说 是在你卸任之后 你下一届大选 如果你没被选上之后 你就不应该被叫成YB了 但是DATO3 DATO3 这些都会跟着你 到你 到你 死为止 第二个问题是 马来西亚宪法和美国 宪法的这一个不同 我先讲它相同之处 那么相同之处 就是它都是宪法 对不对 所以宪法的 那个总要 最主要的这个 这个功用呢 就是它的 我会这样子说 它的运作原则 它的功用呢 其实是相似的 它就是一个 最大的 好像一个Umbela 它是一个很大的法定 可是刚才 我们如本传道 也是有提到 一方面 就是说到 这个美国的 其实是 有一个 这个Constitution 是成文的 就是Qualified OK 所以这个Qualified 这个成文的 这个宪法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你是不能够去挑战它的 在英国呢 英国的宪法 就是因为我们 马来西亚被英国指明过 所以我会直接用 美国跟英国的宪法 做一个对比 因为马来西亚的宪法 基本上是基于 英国的那一个 威米斯特的这个模式 去取出来的 所以英国的这种 威米斯特的这个模式的宪法呢 它就是一个 我们讲是Unqualified 非成文的 就是它没有被写下来的 所以非成文的这个 这种宪法的运作是怎么样 你会需要透过 我会 你会需要透过 专家 专业人士 去诠释 某某 某件事情 等等 这些就是 非成文的宪法 就是这样子去理解 但是英国在1998年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 有一个 就是其中一个特别的 一个法律呢 是被成文的 就是Human Rights Act 1998 这个Human Rights Act 1998 算是被立为 是一个 Qualified Constitution 那么这是 我们要怎么去理解 这个事情呢 基本上就是 在英国呢 人选 是一个 你没有办法 挑战的事情 是你的 就是你的 人 你是人的话 你就有这个人选 那么这个其中一个 其中一些section 就是它包括 Rights to Live Rights not to be Enslave 就是你不应该被 被辱 你不应该被成为 是一个 一个奴隶 等等 你应该有 这个基本的人选 去生活 等等 这样子之类的 所以这些都是 英国在1998年之后 有其中一个 这个被成文的 那么在美国呢 它的所有的 这个宪法 就是他们 其实就是 全部都是成文的 包括 Rights to Live Rights of Expression 你可以有 这个自由的 这个发表权 等等 甚至是 Rights of Conscious 你可以 照着你的良心 就是刚才像 Rubin传道所讲的 就是 你可以照着你的良心 去选择 你要相信什么 等等 这样子之内的 所以这个 基本上 美国 马来西亚宪法 和美国宪法的 不同之处 基本上 我就觉得 我们可以从 这个成文跟不成文 这里先去了解 当然 后面还有很多 很多 别的这个问题 包括 英国 就是 马来西亚 我们是用 first pass 的这个体系 来进行 这个大选 美国就是用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对不起 忘记了 美国就是用 另外一种方式 去进行这个大选 他们有这个 Electoral College OK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 好的 谢谢Kevin 刚才Kevin 就有提到 这个外国 外国人民 如何看待这个领袖 所以我介绍 我就想提问 这个问题 也是别人提问了 就是 如何帮助 政府部门 清楚认识 自己领袖 仆人的身份 这个领袖 仆人的身份 也是跟圣经有关的 所以我就想 请林路本传 到先来分享 然后再请 Kevin 弟兄来分享 所以是 如何认清 政府部门 如何清楚 自己领袖 仆人的身份 所以我想是这样子 因为 这个世界呢 都有一个 普遍的认知 就是 政府是人民的公仆 对吗 Public servant 所以 这个思想 其实是早期 无论是东方哲学 或者西方哲学呢 都有这样子的思想 对吗 政府 在位 在上掌权的 都不是皇帝 都不是主人 而是仆人的身份 来服事人民 这个是大致上 许多国家都一直有的共识 就是政府当然是人民的公仆 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大选的时候 候选人他们出来都会讲类似的话 所以他们都晓得自己是仆人 但是呢 他们晓不晓得自己是上帝的仆人 这个可能很多就不知道 因为如果我们看 罗马书十三章的话 昨天晚上我讲了 他们是上帝的用人 他们是上帝的差异 他们的职责 是有神圣性的 他们是代表上帝的 执行执义 执行上帝的执义 执行上帝的公义 所以这方面可能他们不晓得 他们不晓得 可能就算他们是旧徒 他们如果没有读圣经的话 他们没有去参加类似的教导的话 他们是不晓得的 所以我们要如何让他们 能够认识自己领袖仆人的身份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我觉得教会可能可以有一些的平台 与他们这些政治人物 或者与政府官员 有这样子的互动 当然不是说要强迫他们 改变他们思想 而是我们可以跟他们分享 这个我们教会的立场 或者我们圣经的原则是什么 所以我是觉得说可以有这样子的平台 我举一个例子 在我们总部印尼呢 我们归正福音教会在总部呢 他们其实有设立一个机构叫做 Reform Center for Religion and Society 说写是RCRS Reform Center for Religion and Society 所以这个机构呢 是塔牧师跟我们的神学的院长 把Benjamin他们所创立的 所以他们就会在一年里面呢 有好几次呢 有举办讲座 然后讲座呢 就会邀请一些政府的部门的官员 或者是一些学校的老师 大学教授呢 来去探讨一些议题 就好比说他们要探讨这个恐怖主义 terrorism 对吧 或者他们探讨一些society的问题 或者是政治的问题 所以就可以借着这样子的平台呢 让他们多接触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所以我觉得总部他们当然有这样的资源 他们有这样的人才是可以做的 我们可能我们教会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所以我们还不能够这样做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 或者说如果 我有认识的这个政府官员的朋友 我在西部有几个朋友是从事政治的 甚至是市议员的 我有这些朋友 而我的做法呢 就是可以跟他们分享 可以跟他们分享 或者就好像这两个网上的讲座 我其实都有邀请这些SOPP 或者其他政党的人 DAP的人 或者外逼们 我都有邀请 我亲自邀请 我相信在座的一些弟兄 也是有亲自邀请这些外逼 但是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来 不晓得了 可能有可能没有 所以我就透过这样子的讲座呢 或者透过我们私底下的关系呢 喝茶去让他们知道说 原来政府有这样子的身份跟职责 所以这个是我的看法了 我就回答到此 我觉得如本传道已经回答了 基本上我的立场是一样的 就是真的是 却有很多dialog很多对话 因为很长时候这些政府 包括这些政治人物 其实他们 我说一句老实话 他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参加这一些各自不一样的 因为我跟你讲 每一天你都会有 到20个event 这些讲座啊 这些居民委会的东西 你都需要去参与的 所以那个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去 帮助政府部门认清 认识自己 清楚认识自己的领袖 普通人身份 还蛮挑战的 但是最有效的方式 真的是透过dialog 透过对话 你要告诉他们 我们的立场是什么 像该日本传道长 我们对某件事情的立场是什么 我们你作为我们的这个政治人物 我们对你的这个期望是这样子 所以我希望在你能够处理的范围之内 请你要按照你的本分去进行 谢谢两位讲员的解答 然后接下来这个题目是想要请传道来解答 他就问请问传道如何看待传道人 成为一名议员 OK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这样子 我昨天晚上有讲过 我们每一份工作呢 都需要有上帝的呼召 就好像我做个全时间传道人 我需要明确上帝的呼召 我才走这条路 所以如果上帝呼召你做传道人 你就装心的做传道人 我不赞成说 你同时是传道人 你又同时是做议员 或者你是做这个政府官员 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能力有限 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也不同 所以如果你有上帝明确的呼召 你是要走政治这条路 你就不要去读神学 对吗 你就不要去读全时间的神学的装备 你就好好的去做政治人物 最重要是要有上帝的呼召 当然我们在历史中呢 我们看到荷兰有一位神学家 有一位牧师 Abraham Kuyper 对吗 这位牧师 他在后期呢 他是加入政党 甚至成为了荷兰的这个总理 在20世纪初的时候 成为了荷兰的首相 所以是有这样的case 但是呢 他是在不同时期 所以他前段时期可能是做牧师 神学家 然后后期他才专注的做这个首相 或者做校长等等 所以是在不同的时期 我相信上帝的呼召呢 在每个阶段可能有不同 所以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就做传道人 有些人可能他在人生的阶段 就好像Abraham Kuyper 他可以有好几个的资分 当然我相信他是清除上帝的呼召 所以如果上帝呼召我们做传道人 我们就要专心以祈祷传道的思维念 这个是这个使徒行传里面 彼得说讲的 而我们呢 要就好好牧养我们的羊群 我们的范围 我们的工作职责 是牧养我们的羊群 我们要像一个牧养人 我们要教导他们 我们要牧养他们 我们要关心他们 我们甚至我们要传福音 对吗 我们要做布道 使更多人也能够归向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就要忠于我们的呼召 我们专心做我们本分当做的事情 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 我可以做一个小补充 那当然从这个问题当中 我也是可能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补充 就是基督徒 如果你真的是要进入政治的话 我以一个非常小型的一个语调 来跟你讲说 就是 你参政 你主要的目的 其实不是为了传福音 你参政主要的目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 这个也是Ibrahim Kuyper 在他的一本书里面 还有讲到 有提起的这个事情 他是引用 这个 微米斯特大小要理问答的第一问 人的首要目的 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 那我们在 在重生的时候呢 你在 你成为一个政治人物 一个政客 政治人物 不要说政客 你成为一个政治人物的时候 你的所作所为 你都是要荣耀神的 所以人 非信徒 可以在你 身为一名基督徒 政治人物 在你的政治生涯当中 你所作 你的所作所为 都是荣耀神的话 人就会看见 当然 不是说传福音不重要 只是说 你进入政治的时候 你的那个观念 你的那个 那个前提 是需要有更深 更深入的一个 经过很细腻的思考 所以 真的是需要有很多恩典的媒介 来帮助你 来确定你这个呼召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准确的 因为我们如果是今天 我们都 都赞成说 就是政教应该要分离的话 那么你在政治界里面 你就更 照理来说 你就更不应该 提倡一个神权主义的 这一种政府的这个关系 因为 我们都知道 我们相信神 相信耶稣基督 这些都是 神自己的恩典 先领到那个人的身上 我们过后 我们才 继续的进行 格外的牧养等等 所以 政治人物 提督徒政治人物 你的工作 是要荣耀神 好的 谢谢 下一个问题 就问 现在多数的人 都不关心政治 因为他们已经 对政府 换气了 请问有没有一个 公正的平台 或者是论坛 可以密切关注 居民所面临的问题 以确保 这些相应的政府部门 可以对这些问题 来采取行动 可能这个问题 我可以请Kevin来回答 有没有一个公正的平台 或论坛呢 其实讲真的 是没有的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很official 一个很官方的 一个平台 一个论坛 甚至一个论坛 让你去 去谈这些事情 但是 你的这个问题 是问到 居民所面临的问题 所以就 真的是要 要回到你区域 所面对的问题 比如说啦 如果你是住在一个 condo的话 你都会有一个 JMB 或者是JMC JMB 或者是MC Multipity Management Corporation 或者是你的 Join Management Body 等等 所以你可以先从 这一些 你的这个 Management Body 或者是Management Corporation 我这些 我这些统一 称为MC 就从你的MC 这些 这些 组织当中 先去 商讨 到底你们在面对 什么问题 如果是说 电源不足 马路 阻塞 等等 你们先去商讨 先做好一个 一个list OK 一个chat list 你们想要 想要知道什么东西 然后你们再从 你们MC当中 你们去 再去寻找 到底 Let's say 如果是 电灯柱的问题 就要找TNB 或者是说 我们 东马 我们西马 你要找TNB 等等 或者是水的问题 你就要找SAJ 等等 这样子之类的问题 所以这些是 你在区域当中 可以做的 那么如果 如果呢 你们MC 本身去到 这些地方 你们写信进去过 你们投诉过 没有工作 No action的话 当然你们下一步 就真的是 写信 把你们所写下来的东西 写给 这个相关政府部门的 这些信件 你们全部attest的后面 你们寄给 你们的这个 市议员 州议员 还有国会议员 所以这个是可以做的 但是效果 那方面真的是 因人而异 要看 你的 这个相关的议员们 还有这个市议员 他们的办事 处事能力 还有这个效率 好的 谢谢 这里也有一个 延伸的问题 因为刚才有提到 这个MC 可是刚才是提到 没有action 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他就提到说 这些部门呢 或者是刚才所提到的MC呢 他们推卸责任 那么我们应该要怎么办 不知道耶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这些MC 他们推卸责任的话 其实 法律上你是可以这样子啦 MC推卸责任 你就在下一届 AGM里把他们提掉咯 这个是你最简单的方式 可以去进行的 但是我们回到今天 这个主题的这个框架之下 你可以做的东西 真的是需要去 向你的这个相关的 这个议员投诉啦 我知道我们这样子讲说 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 因为到最后 我承认了 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每天收到这种信息 看看看 我们也是不知道 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进行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些信 来到我们办公室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是 把这些信件 我们再写多一次 更明确地写多一次 我们寄到相关的部长 在这个办公室 我们也是没有收到 任何的回应 所以到最后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恶劣的循环 当然我们 根基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这个administration 我们这个行政部门 是需要被加强的 那么怎么样需要被加强 到最后还是回到 你投的那个人 是怎么样的咯 你投的那个国会议员 是有怎么样的数值 他们坐在内阁里面 他们可以做什么 等等等等 所以同样的回到 丢回你一个问题 虽然说你看 你不认为这个问题 是很区域性的嘛 但是到最后呢 如果这些区域性 甚至是地方政府 处理不了的时候 其实国就是 member parliament 是可以有办法 甚至是更有权力的 可以帮你 处理这些问题的 所以这个国会议员 是谁 你的决定 好的 谢谢 接下来我就想请 这个如本传道 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有 在这个chat box里面 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 就是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出席 请问面对国家的 宗教自由 我们该如何有智慧的 去实行这个使命 嗯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们要 当然每一个国家 不一样的情况 每一个的处境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使徒形状的 出去教会 当他们创飞的时候呢 保罗 巴拿巴 这些人 他们其实是蛮公开的 对吗 所以他们一直都被对付 犹太公会 宗教领袖 甚至罗马政府 都对付他们 最后保罗甚至被 被送去罗马 被砍头 对吗 所以我们看到 初期教会给我们 那个模范呢 就是无论什么情况 他们都是勇敢传福音 那么教会在发展的 整个历史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教会呢 就有许多是秘密的传福音 对吗 这个初期 在军事坛顶之前的 这些教会很多是秘密的 秘密的传福音 因为那时候 罗马帝国还没有公开的承认 基督信仰 然后一直到今天呢 我们看到 不同的国家呢 就好像朝鲜 就有所谓的地下的教会 对吗 马来西亚其实也是有地下的教会 大陆 中东 一些回教地区的国家 都有地下的教会 如果我们有去看这些 这些机构的报导的话 好比说 Voice of Matthias 对吗 这个寻道者之声 或者是Open Doors 这些机构 他们都会报导 我们可以多了解 所以我们看到 上帝的引导呢 在不同的国家呢 上帝都有他不同的引导 所以有些教会是走地下的 有些教会呢 他们可能很勇敢 但是呢 我们要晓得呢 每个教会 他们所 每个教会 或者是我说 每个基督徒 他们所处的 这个处境呢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都需要上帝 赐给我们 智慧 来去 在不同的处境里面呢 我们来传福音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 走共产主义的 但是我们看到 教会还是蓬勃的发展 对吗 我们看到这些朝鲜 他们许多 这些 基督徒 他们被逼迫 但是朝鲜 还是有这个地下的教会 韩国啊 这些地方呢 都有去帮助 这些朝鲜的基督徒 等等 所以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处境 我现在没有 经历这样的处境 所以我不能够 回答你这个问题 不能够很具体的 告诉你方法 但是我相信呢 一些教会 他们走地下的 他们有他们的 这些的看法 跟他们的方法 我相信也是上帝 所使用的 所以这是我的回答 好的 谢谢路本传道 好 由于我们的时间有限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解答 环节就到此结束 我们非常感谢两位讲员 带来给我们的解答 也谢谢大家 踊跃的提问 我们感谢神在这两天的带领 希望这两天的信息和问题 解答都能成为大家的祝福 祝我们可以更认识有关 基督徒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也愿这些信息能够帮助我们 盼望那将要再来 完美和荣耀的君王 主耶稣基督 在我们上会之前 我有两个报告 想要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留意 第一 我们会将这两天的讲座视频 上载至 事无归正福音教会的 YouTube频道 我们鼓励大家可以分享 给身边的倾盆气油 使众人一同得着造就 能够更认识基督徒的职责 也能够更认识马来西亚的政府和政治 然后第二个报告 就是我们属归正福音教会 将在下半年举行第三次的线上信仰讲座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认识 有关属归正福音教会 或者是追踪我们的线上信仰讲座的信息 你可以追踪我们的面子书 Instagram跟YouTube 你也可以透过Facebook和Instagram 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今晚的聚会就到此结束 我就想请Kevin弟兄来带领我们 做个结束祷告 那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 这两个晚上 有这个很充裕的时间 来讨论这么一个很大的这个课题 这个基督徒与政治 主我们知道即便这个课题广大 但是你的恩典却是够用的 主你让我们有足够的精神和精力 来进行这两天的这个讲座 主啊 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从这两晚以后 我们至少可以更清楚地知道 我们基督徒在政治中可以扮演的角色 无论参政与否 无论对政治冷感与否 主啊 赐给我们智慧和聪明来辨别 来分析在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故 也赐给我们有智慧 去做按照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主啊 我们的灵是你的灯 求你检查我们 主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 我们 但愿从此以后 如果神里许可 我们可以有更多 类似的这个讲座 甚至是有更多 更好的这个讲员 可以一同来探讨这些 很广大的问题 主求你保守带领我们 我们晚间时间将要休息 我们 也有许多是预备明天的崇拜 保守我们明天去崇拜的路途 多有你所赐的平安喜乐 我们简单的祈求 祷告仰望来世 奉靠我主耶稣基督至圣的名求 Amen 好的 谢谢大家的参与 愿神祝福大家 大家晚安